来了 好哥好哥 哈喽哈喽 哈喽 好哥远迟到了一分钟 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ok ok ok啊我刚好我也可以拿着那个 手机看一下 大家可以 然后老师可以拿手机看弹幕 对 好哥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呀 哈喽大家好我是 仁豪啊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今天两位过得开心吗 今天 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仁豪老师那是隔哪呢 隔家里呢 隔家里呢 就旁边那是小狗吗 还是 哦真的是小狗 看看看看你们家狗 给大家打个招呼 让狗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哦 是那个是西高地吗 对 太可爱了 哇 好可爱 他有什么才艺吗 啊 他有什么才艺啊 对 他就是 吃饭吧 吃饭吧 他这样的鼻子特别干 好乖哦 好乖哦 你可以把那个狗 凑到镜头面前 给我们看一下吗 啊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好运 好运 哇哦 好运 太好了 是公主还是王子 那肯定是王子呀 哦 王子 王子 好 王子请坐下 小王子 嗯 小王子 好 那 那这样 今天我们这个 今天呢 我们这个直播呢 然后就是和大家一起 聊一聊啊 我们接下来马上这个 已经六点钟已经开始了 应该是在播了 嗯 对了 我们仁浩老师开始Q流程了 这个新的一期 然后 我们就是地形的一场直播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呃 那么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吧 然后今天进到直播间 才伙伴也非常的有福 因为我们今天会抽取 两位老师的签名照 会有一个惊喜抽 会有两个惊喜抽奖的环节 然后我们今天也会在 两位老师的陪伴下 观看我们的节目片段 我们也精心选取了 两位老师表演的高光片段 哈哈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让我们的长空老师 帮我们调整一下片段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第一个片段的陪看啦 那我们在哪看啊 我们这个视频上方 有一个视频播放框 等一下长空老师会调到 对应的片段 嗯 好来了 对的 已经开始了 看刘家贝了吧 老的老师 看刘家贝 你整个就是很尴尬 好尴尬 自己看自己好尴尬 妈妈 然后老师的陪伤技 无实物表演 不仅无实物还无对象表演 我们下石头的陪伤技能 我下石头的陪伤技能 我们下石头的陪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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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 我们下石头的陪伤技能 可以可以看不出来 我觉得反应快 其实那中间还有一个动作 又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了 我永远都记得你那套拳法 虎鹤双形拳 来了来了来了 起范了 哇 还缩过去 神老师可以 这一眼铁心 还不是人和老师配合的好 高手都靠对手配合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不错 赵老师 赵老师和郝老师笑得好慈祥 对 紧张 紧张了紧张了 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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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高度评价 高度评价 好好好 不管是在武打 不管是在武打还是在这个表演方面 我觉得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沈老师怎么感受 沈老师已经笑着 沈老师已经开心的 开心的被夸张的 开心的不行了 我觉得人和老师突然一下变得很拘谨 很官方 让我有一些不太适应 什么意思 你看人和老师做也不是盘腿也不是放手也不是 就代表他现在这种爱人的性格已经慢慢开始出来了 就是第一次和人和老师合作 我觉得人和老师是一个特别敬业 特别努力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熬夜的好演员 学习一下你那个 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反弹了 开始 反弹 这一次 这次不管是文系还是武系 刚刚好业老师和赵老师都给出了非常高度的评价 我们听完就是做何感想呢 做何感想 感想就是谢谢老师的鼓励 还有很多进度的空间 今后继续加油 然后老师开始领 开始那个领奖模式了 没有没有确实 因为因为就是时间很短 然后呢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然后要创作一个作品 然后要 也不是也不说是作品 就是一个片段 但是你还中间还是得要有自己的剧情 还是要有人物关系 然后包括 学的那一套打斗的那个对手 打戏的那个部分 就是时间很短 但是任务很重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大家压力都挺大的 对 然后能够做成这样 我觉得一定 还是多亏了这个沈老师 我们一起的配合 对 你看我们的主持人都好想笑 笑什么笑 这不是很真诚 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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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 任何老师非常真诚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赛段 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属于一个 小白的一个阶段 然后我刚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播出的 刚刚就是那一个整个片段 其实说没有多少 就大概一分钟都还不到吧 就是那一整套的这个套招 但是呢 我们真的是熬到了凌晨四点 就是从发布任务之后到凌晨四点 然后任何老师又是很早就起床 然后又开始自己在那琢磨 练动作什么的 一直到开始考试 其实时间是很短的 但动作很多 但是打出来可能就是 大家视觉上看到的那个 可能没有我们实际上 就是真真正正的这种 套招的那个那么多 因为其实套招 它有很多细碎的小动作 所以呢 我们在套 就是参与者 其实是会 就是感觉会很多 然后很用力 然后又一直在不停的打 就是你看我们打完之后 整个人都很狼狈的状态 就是确实是很耗体力的 但是就是看的呢 可能就是 也就是短短的一分钟 就是想说 其实真的就是台下 台下就是好几十个小时 台上也就那么一分钟 对 是 我看我们 因为也是最开始讨核 然后大家其实表演的都是 同样的两个片段 然后但是每个组 其实展现的黄飞红和 掩体心态都是不同的嘛 然后也是 我看我们前面的部分 也是大家其实也是参与了这个 相当于从剧本创作 然后开始构思这个脚本 那我们最开始拿到 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是如何构思这个创作流程的呢 如何构思创作流程 对 就是怎么建设这个角色的 因为当时呢 是 就是因为给我们的这个很固定 就是说必须要把我们学到的 这些招数都要用进去 然后还要在这个 盐铁星和这个 黄飞红的这个角色里 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在想 往后或者是往前去延展 这个故事剧情 因为当时是说 他俩其实已经打过一架了 就是真正的黄飞红的片段里面 就是那个罪权的片段里面 他们已经是过过招了 所以呢 我们在想 那要不要就是往后再延伸一下 就是未完待续嘛 就是往后再想想故事的发展 他俩还有什么可以过招的地方 所以就会想到说 其实那一次过招没有过过影 所以呢 后来 因为那次过招是他 是他把我打趴下了嘛 然后这一次我就知道 他会在那个 就是他很喜欢喝酒嘛 所以呢 我就特地在他喜欢喝等他 然后等了他 他来了之后 我就其实又想跟他过招 这次呢 我是回去好好地去练习了一下 所以这次就是想要 就是战胜他的一个心理和一个心态 没错 好的 好的 人后老师 爱人实性大爆发 说得好 对 人后老师超级可爱 人后老师超级可爱的 他就是属于那种 他不懂得表达 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是 我们人后老师 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团丑 前两天 那个 思凡老师和穆子老师 直播的时候都说 最喜欢的学员是任何老师 是吧 那看来他们还是有眼力劲的 就是任何老师 就是有时候啊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完美 就是人当然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这当讲不当讲 任何老师 你讲 你当讲 当讲 那我就说了啊 就是说任何老师呢 就是又细心 又认真 又刻苦 又能熬 但是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不给吃鸡肉干和那个 牛肉干 就有点抠门 这个事情还也就是说 你真的是 没事 我们还有四方老师的大腰酱 都被你们掏空了 我没有 任何老师 任何老师真的 就是天天躲在被子里吃牛肉干 然后每次跟我们在对戏的时候 嘴上都挂着那个辣椒的那些 就是面啊 什么辣椒的红油什么的 我们就问他 逼问他吃了什么 他也不说 逼问了很久才说 是吃牛肉干 我说我们都问了 暗示到这个程度 说啊 牛肉干啊 什么牌子牛肉干 好吃吗 味道是怎样的 他就是在那儿不动 就是不给我们拿 然后老师说 我要吃点牛肉干 偷偷增击 我很无辜好吗 那个 我就放在那儿 我说你们随时都可以吃 想吃就吃 对吧 非得要喂到嘴里才算吃 你不跟我们拿过来 我们不敢去吗 行 行 OK 那我们继续进入下一趴环节 我们 然后老师又开始端水Q流程了 行 我们进入下一趴 也是两位的高光片段的一个选举 辛苦我们长空老师切一下 好 我们这个最新的一期应该也播了 大家可以 今天晚上 看完起播 是的 就在刚刚六点钟 哦 对 温腾水 入场了入场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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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得要Q这一趴 天哪 啊啊啊啊啊啊 是是是 嗯 啊我问得到了啊啊 嗯 那你为什么不回呢 嗯 没有 嗯 嗯 冻停了冻停了冻停了 冻停了 嗯 驚喜马上亮相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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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相老父亲 哈哈 沉稳沉稳 很有魅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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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何在最快的时间 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尽可能的找到一点这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平时我们跟孟晨包括木子啊我们然后司饭我们经常就在一起一半人在屋子里然后总聊天然后吃饭然后又哈嘻嘻哈哈的所以就没有那种感觉就大家之间就很很很难找到那种感觉所以只能说在那一天早上的时候啊就用了一个比较笨一点的办法吧 我觉得这样会呃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会呃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会呃但我不知道那个孟晨老师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就只是说呃哈哈 哈哈 他为什么不回我消息还还在想那还是他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没有啦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呃有有有有一个片段没播是因为呃我们当天晚上其实排完已经很晚了呃已经大概三点多了 然后那会呢任何老师还要自己留在那个排练厅自己再琢磨一会儿 然后那会我就在临走之前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商量了一下我就说就是要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毕竟说呃对就是大哥和这个小妹对大哥和小妹有三年没见了 要怎么能够建立这种信任感然后我们就说那只能说从现在开始我离开这个排练厅咱俩都不要说话不要最要是不要见面就是要那种陌生感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只能在最等的时间里面然后想出了这个办法 然后第二天我给忘了我忘了之后我就去找他另一个对词结果他就记在心里了他就很细心他就说那你还是不要跟我对这样 嗯嗯最后看来整体效果也是蛮好的两位也是收获两位老师的高度评价哈哈 嗯嗯谢谢 杨浩老师进步可大了吗 是啊那那必须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同学然后还有什么好的前辈教我们必须得有机会 我看杨浩老师那天给自己搭了个眼镜是吗 啊对他也在你干什么挠我你 啊哈哈 啊是 他想吃饭他就一直一直扒拉我 哎哎可爱 可爱 干什么 你干脆把它弄上来吧 你把它弄上来 是不是要你就是带你带他去那个散步了呀 他想吃饭吃饭饭去 吃饭饭去 吃饭饭去 好了 饿了 去吃饭去了 他也会吃牛肉干他 对 他也会吃牛肉干和这个这个不回消息已经 过不去了 过去 行的 那我们先进行一下让我们呃 观众小伙伴们深度参与的一个环节吧 就是进行一下我们中场休息一下 然后让我们的孟诚老师先送出今天的第一波福利签名照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详细的讲一下我们这个福利抽取的规则了 大家竖起耳朵认真听 就是接下来会由孟诚老师这边发布一个关键词 然后大家在弹幕中打出孟诚老师发布的关键词 然后由孟诚老师这边截图我们可以截两张 然后抽取两位幸运的网友送出我们的签名照 好 大家可以稍作准备一下我们孟诚老师这边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关键词啊 关键词就是牛肉干 牛肉干 好那我的关键词就是牛肉干真好吃 好的好的 大家听清楚了吗 我们今天的弹幕关键词是牛肉干真好吃 然后我们可以让弹幕飞一会儿 因为这个弹幕出来它需要一些时间 它可能会有一些延迟 我们可以让就是大家在弹幕中公屏中先刷一会儿 等弹幕飞起来之后 我们徐老师这边可以倒计时截图两张 刷起来了刷起来了刷起来了 大家都在刷牛肉干真好吃 可以 我们可以这边准备一下截图 孟诚老师这边来倒数吧 好 我来倒数一下啊 嗯 来 一百 九十九 三 二 一 走 好我来看一下 看一下啊 对不对 对的 对的 第一个 看一下第一个会是谁呢 会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就是名字叫做大脸猫在喵喵叫 恭喜 恭喜 恭喜这位幸运的网友 我们弹幕不要停啊 我们还有第二张福利的抽曲 没有抽到小伙伴也不要气馁 我们马上开始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 大家可以 对的 我们抽两张 刷起来 好 好 那么 刷起来了 让我们三二一上链剑 来 我们三二一上链剑啊 哇 萌萌刷 哇哇哇好快这个速度 好夸张 很夸张 很夸张很夸张 萌萌刷啊 来 三 二 一 解脱 好 来我看一下啊 解脱 这位同学叫做 我来看一看 这位同学叫做 在哪里看 照片里 第二个 来我来看一下啊 这位叫做 叫什么 T I A 零 七 一七 七月十七 七月十七好像是 雪智千生日 雪智千生日 让我们 恭喜这两位幸运的朋友 获得牛肉干 不对 获得我们的 牛肉干 孟臣老师的签名照 好的 之后我们的那个 客服工作人员会联系到 后台联系到我们的小伙伴 去送取 这两张签名照 然后接下来也是到了一个 观众 观众互动性很强的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 看起我们今天的弹幕问答 两位老师 可以在公屏上抽取 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 来进行一个答疑解惑 好呀 任何老师先来 先来 任何老师先来 任何老师先来 哦 弹幕中说 七月十七是我们任何老师的生日 哦 是吗 哦 我都忘记了 七月十七 你自己忘了 你自己的生日 什么鬼 所以 所以是牛肉干儿宝贝 我爱 任何老师太好笑了你 我刚刚说 七月十七 七一七 七一七不是雪智千的生日吗 任何老师说 对对对是雪智千的生日 忘了自己是七月十七什么 好 我怎么抽那个什么问题啊 应该在哪 就是 大家应该在打字吧 现在还在 还停留在牛肉干儿环节 没关系 我们让大家先把自己想问的问题 打在公屏上 然后 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 现在我卡在了那个 有一个朋友发的 吃点什么 吃点什么好 孟诚孟诚 动作女神 哈哈哈哈 我现在卡在这 好压韵啊 对对对 哇哦 这个好好啊 秀春刀 秀春刀人好选上了吗 这个 就要留到我们今晚的节目里去揭晓了呀 哦对今晚 大家要去看节目呀 大家要去看节目吧 今晚不是秀春刀吧 今晚是不是 下一期 下期 大家也要看节目 老师们在录制来者和人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想分享一下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吗 特别有意思的 我想想特别有意思的 倒是有 没错 也倒是有 又到了一个当讲不当讲的时刻了 当讲不当讲的 那还是不当讲吧 不当讲 我帮两位回忆一下 我们可以想想小转课 然后拳击课 还有当时前两位嘉宾印象深刻的舞蹈课 舞蹈课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 每天都还挺有意思啊 每天就是因为 包括就像那个什么 舞蹈课呀 拳击课呀 其实都是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大家之前一开始没有经历过的嘛 然后 然后这一次也是通过 我们来着和人这个节目 然后一起去尝试的一下 中间就会有很多一些 就是新的体验嘛 对 新的体验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咱们 孟臣姐这边有什么想法 没有在想 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 我想想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特有意思 就是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吧 就是我们每次都会去的那个餐厅 然后每次到吃饭的时候 大家就会三三两两的围坐在一起 而闲聊 那会儿是最放松 最好玩 最没有压力的时候 但前提是要吃中饭 一般晚饭之后就会发生一些 就是任务很重大的事件 所以 晚饭吃的会比较的淋淋散散 就是都不在底儿 因为很多 比如说有些去排练啊 有些就是没时间吃什么的 所以大家都凑到一起 只有中饭的时候 大家时间都会比较的 就是 就是比较准 比较集中 所以就会比较好玩 我觉得那会儿吧 看幕里有个小伙伴说 说任劳老师偷酒 什么什么 偷酒 之前 偷酒 对 任劳老师 我可以说任劳老师特别爱偷酒 说有一次 什么叫特别爱偷酒 说有一次他们那个在录制的时候就发现了任劳老师就录制的时候没有发现任劳老师偷酒 但是在就是后期他们在剪片的时候就发现任劳老师偷酒 然后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偷酒被天鹰老师给制止了 说不要偷酒 然后后来有一次 后来有一次还被我当场呆到了 呆到了他在偷酒 他跟那个谁 他跟 那是王星月 王星月 王星月他俩偷酒 然后就是把那个五粮液灌在那个矿泉水瓶子里 然后又倒点自然水放在五粮液的瓶子里 王星月老师自己直播的时候是只字未提 不当讲 是吗 这个是宋木子老师和苏曼老师的遗留问题 他说说苏曼老师是后采时间特别长 然后大家都到片场了 他还在后采 然后说任劳老师是排练的时候 也不是排练的时候 就是上课之前 然后经常消失 问你去干什么 上课之前 上课之前这样消失 那我我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 我就在准备那个上课的东西 偷酒去了 偷吃牛肉干 偷酒 偷完酒过后去上课 太过分了一点 太过分了一点 没有啊 不是 主要是那个那天 就是要突然要写这个人物小传嘛 然后 要创作一个 这个 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灵感 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然后因为那个是我跟孙生俊那一期 然后就就两个人不知道该干 就是我们因为抽的是同学 然后同学其实这个点还挺好写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太好写了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同学之间会发生些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又不想写的比较无聊 所以就一直在想 但是因为我们有个很好的灵感 然后我就路过刚好我就在很稠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咱们那个基地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然后突然我就通过我就二十多年的老鼻眼 我就突然闻到了一股灵感的味道 二十多年老鼻眼 开心 一下子就 这里好像明白着一种什么气息 就是灵感的气息 是灵感的味道 对我就顺着顺着顺着我就过去了 我就看到了 主要它们放在那吧 我想这个一直开着它就会发酵 而且有一种氧化太久了过就会挥发 会挥发掉 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把它们消化一点 然后去找了找 不要浪费 毕竟那么好喝的酒是吧 是还在疯狂大宝宝 我想起来了 因为我们是一个接力陪看直播 然后所以从这个当然这个优良传统 是从蓬蓬那留下来的 蓬蓬给下一场的王信月提了一个犀利的问题 然后王信月又传递给上一场的 碧莹和依林姐一个犀利的问题 然后上一场 碧莹和依林姐的也是刚刚结束 今天下午的时候刚刚结束 然后我也来传递一个 依林老师留给我们两位的犀利的问题 依林老师说 帮我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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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要写目前 如果要去孤岛上待一个月的话 就是我和碧莹之间非得选一个人的话 你会选谁啊 又是孤岛 又是孤岛 他们就是跟这个孤岛就过不去 过不去了 他们好爱去孤岛 好爱去孤岛 他们动不动就是前提就是去孤岛 孤岛现在都不孤独 孤岛现在都不孤独 我们全都是人 全是中国游客 今天我们来者和人的 对全是我们来者和人的观众 动作新生 动作新生 咱们下次这个第二期 这个来者和人就应该在孤岛上去录 你知道吗 对 孤岛训练 孤岛训练 所以所以 所以要带一个问题 不要带一个 详细罗列四条理由了 非要带一个 谁先选 谁先选 是谁提的问题 这问题是谁提的呀 是我们是伊林姐提的了 伊林姐提的 那我还是带伊林姐吧 哈哈哈 为什么呢 伊林姐 啊 为什么呢 人家是 人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那肯定很会就是照顾人 照顾人 对 然后你在这样一个 你不妨再多照顾一个孩子 对 在这样的一个荒岛上面 你就是 一个是 这个情绪价值跟精神价值都很需要 就是你要有人能够想妈妈照顾你 不是不是照顾我啊 不是不是 我们我们毕严老师有给自己拉票 说毕严老师说我也我也很会做饭 做饭很好吃 对啊 做饭很好吃是吧 嗯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 哈哈哈 那孟诚老师呢 孟诚杰选谁 那他选他选 呃伊林 那我就选毕严吧 嗯 你们你们两个孟岛 哈哈哈 因为 被赢 就是说 咱就是说一个 呃 就是一个好兆头 好兆头 就是不管干什么都会赢 嗯 你在那个荒岛上 你在那个荒岛上你要赢什么 你想 请问你要赢得 比如说 赢得 赢得今天的食物啊 比如说我上 上椰子树 我摘个椰子 我是不是希望我就是能够拿到椰子 能赢呢 对不对 拿到椰子的时候 你就说我赢了 耶 我赢了 必赢必赢 一定能赢 整个岛上就你们两个人 然后你赢了 嗯 很好 很好 好好好 他们前前前前一场直播也没有逃掉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这个犀利的接力问题以外 他们还被问到了就是说一个大家都很需要蹲水的问题 那就是三位老师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想好再回答 想好再回答 我知道仁豪最喜欢哪一个 仁豪是不是最喜欢伟丽老师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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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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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开心 哎 孟丽老师是不是到地方了 对 很尴尬啊 我都到了 我没事 没事 女明星直播 女明星直播了 女明星直播到酒店 哎 准备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保安大哥 嗯 我现在来到了美丽的海口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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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直播店大家带来一些海口的震撼 对 海口的海口的这个海风 海风 嗯 嗯 问晨姐这边最喜欢哪个老师咧 我呀 我最喜欢 哎呀 这真的好难选啊 就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真是 我要录屏 我要录屏 哎 哈哈 我是以后的 我是以后的 我刚A了一身 整个大厂的人都看着我 我呀 我呀我就是说 我最喜欢 我 我 我老师回答最喜欢哪个老师了吗 回答呢 哪个老师呀 这不大家都知道吗 谁呀 我可不知道 哈哈哈 不知道 你赶紧先问你呢 你先 哈哈 哇 我最喜欢 哎呀 我真的好难回答呀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哪个老师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 哇 好难啊 哎 然后你猜一猜我最喜欢哪个老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很好 压力给到任豪老师 哈 任豪老师你猜一下 最喜欢 我觉得你肯定最喜欢那个导播老师 哈哈哈 导播老师 也是都能把自己很 对吧 嗯 很精彩的片段 灯光老师 嗯 摄影老师什么 你好 你好 嗯 嗯 嗯 对 任豪老师说的对 主要是要 这个最喜欢的还是我们这个节目组的所有老师们大家都很辛苦陪我们这个熬战了这么长时间对吧然后这样大家都很辛苦啊最后是开启钻水了哈哈哈对钻水模式然后说大局观上线了哈哈哈真的真的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包括这些摄影师的 老师啊就真的是因为我们那个旁吧基地他旁边是我们是看不见摄影机的那所有的摄影机呢都在这个玻璃墙后面就大家要是看节目的话就会看到就是我们的排练房啊或者哪里哪里发不听啊旁边都是那种玻璃呃这个玻璃是我们从里面看不见外面的但是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所以那些摄影师老师他们就是在一个黑黑的那种走廊里 然后从外面拍着我们里面所以只要我们但凡有人在他们就没法下班他们就要不停的拍摄不停的拍摄然后就是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会跟随到哪里所以呃 其实对于这些老师就是摄影师老师他们来说他们也是蛮辛苦的每天嗯要一直跟拍然后好够剪辑老师对吧然后工作压力但他们都很大对对对所以所以还是真的有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多多的感谢啊后面默默付出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工作人员嗯 没错啊孟晨姐孟晨姐是不是有一个马王的称号这个弹幕有一个小伙伴在问对哦马王啊马王是那个马王是人豪嗯是人豪又有一些什么不知道的故事对他特能扎马步他可以就是耗死所有人 他可以差五分钟哦是我们上一次就是那个迟到惩罚环节吗大家都在扎马步那里啊不还有一个单独的环节嗯单独有个环节因为当时好像是嗯当时多了一个人然后就是这个游戏环节的时候多了一个人嗯嗯嗯孟晨姐这边进电进电进电梯了他可能有一点点 是我进电梯啊啊没关系不影响人豪老师可以分享一下share一下那他就是有一个游戏环节嘛然后总共是六个人呃总共是七个人呃但是这个游戏呢就六个人就就就就满了所以就是我就说那那我在旁边就是做一个别的事情吧然后张文舟老师说那你就 就扎马步嘛然后扎马步对然后我就在那边扎着马步然后手上还拎着两个那个球啊嗯很厉害就扎了还蛮差时间的嗯嗯之前赵文舟老师对然后也有说我们底子很好我们知我们有什么训练啊健身的小tips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有什么名字 高权这样高的高权高弹的高什么树大的高什么树大的哎哎他在说别人的人民哦哦你快回答问题我还去啊哦我回答回答到哪了刚才健身训练的小tips哈哈哈健身啊就是我呃就是量是是是是量吧是量对对 也不要整得太猛 然后 主要还是按照自己的身体 尽可能的去运动一下 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变好一点 你看最近前段时间不是 大家都在感冒吗 或者发烧啊什么的 有些人其实症状就比较严重 然后有些平时 有经常运动的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症状就轻一点 像我们就是发 我是烧了两天 当时我也是烧了两天 大家要注意身体 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 对有一个强壮的体魄 那来者的 来者的其实训练强度 对两位来说是不是也挺大的 前段时间白纳日苏老师 那么强劲的体格子 他说他后面在训练的时候 有一次也是感觉 拉伤了那个感觉 持续了好多天 这很正常 对因为确实在我们 没有来节目之前呢 可能一下子进到一个 就是比较大强度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身体是会有一点点的 就是没有反应过来 对 但是后面你时间长 慢慢慢慢调节过来过后 就就还还好 这个弹幕的小伙伴说 两位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不是在那个发布厅见面吗 嗯 对吧 发布厅见面 第一印象 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人 真的假的 你在电视上见过吧 对对对 我在电视上见过 哇 居然见到电视上的那种 好厉害 在每次晚会的那个舞台上见过吧 我报幕 对对对 就是有有有点印象 但是又一下子想不起来 就是 嗯 对 在哪里见过 这么陌生吗 没有 你看我就是都都都都那个 嗯 来给你了 第一次好 第一次见任何老师 我就是真的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见到任何老师本人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哇 任何老师发量太多了 对 刺头 发量好多 就是映入野连的就是这种乌黑的这个 对 寸头 好多 就是我见过 所有的就是男性里面 发量最多的人 发量 好的 好的 很好 哦 和宋慕子张思帆 有没有趣事 想要分享一下 跟你的两位好兄弟 他们啊 我们经常就是在厕所里面 都在那边 每次一到厕所 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由聊天世界 因为在厕所里说的话 都用不了 就无数个无数个疯狂抱怨在里面 好累啊 怎么或者又怎么一下子又怎么又发任务了 然后 就每天就感觉时间很不够用 对 然后 一个时间不够用 二一个你还有很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做 因为明天可能又要汇报 今天晚上的这个 呃 片段 然后你可能又要 有一些环节 又要让你去找新的搭档 然后还要去 必须还要在这里面有这个 呃 就是 武术 的这个 掏招的一些 所以就是 事情会很多 然后 时间又很短 然后每次 一听到这么多事情 我们就跑去测试 开始 先我们妈妈咧咧 骂一段时间 OK 骂舒服了 然后出来 就继续干活 对对对 哦 马上2024了 有什么新的新年愿望呢 哦 确实也快到了跨年的时候了 两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 对新年的一些展望呢 嗯 目前老师先说嘛 新年的展望 就是说 希望新的一年 我可以有机会 可以跟仁豪老师 合作上 嗯 荣幸荣幸 能够呢 是我的荣幸 然后仁豪老师的新年愿望 是跟孟辰老师 合作上 是是是 当然还有 也希望就是 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就是 多拍一些 好的戏吧 然后 能有一些好的作品 能够让大家 能够看见 嗯 嗯 其实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是大概是一个小时嘛 然后我们这个时间 也临近为生了 就是说到这个新的展望 其实 呃 最后我刚刚看到 有个小伙伴在刷那个弹幕嘛 然后其实这个问题 作为结束 我觉得也很合适 就是 呃 他问两位来到来者 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 最大的收获 嗯 认识了彼此 收获了牛肉干 收获了酒量 收获了能熬 收获了黑眼圈 收获了黑眼圈 没错 嗯 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就是除了说 自己的身体 就是我觉得 有很多方面 就比如说 我们有很多课程 有武术课 有文课 有体能课 那像我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的长跑是很差的一件事情 我 我特别不喜欢跑步 因为我的肺活量 然后包括我的油氧 很差很差 然后我就很拒绝 但是上一次我们去跑了一个六公里 然后还负重什么的 就那一次就直接把我跑开了 完了我就觉得 哇原来跑步没有那么重 就突破了很多 我之前不敢去尝试的一些 就是不敢尝试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跑步啊 还有这种 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吧 嗯 然后还有 对 威亚 就是高空 我也是很怕那个直上直下那种 很高的这种东西 但是因为就是动作演员 就必须要去挑战 要战胜自己 突破自己嘛 要勇敢 所以就也挑战了那个高空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儿 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勇敢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其实人可以就是 他的潜力是无限大的 只要你敢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最大收获就是 嗯 有不同的很多的赛道 然后在等着我 嗯 你不是还收获了你的腰吗 好点了没 你看我走路贼慢 我跟你说 我今天已经是躺了第九 第八第九天了 好很多 孟先生老师很拼命 很拼命 很努力 你那天你来看我 已经好态度了 我能正常的自己走路 然后蹲起什么的 嗯 我看到 对 很不容易 嗯 是大家都很努力 前段时间好像是 四方老师也受伤了 是吗 对 是是是 他脚 膝盖 嗯 嗯 大家在节目里确实 就是都是那种 很拼很努力的 很拼的 很拼的 对 嗯 对 那任何老师收获了什么呢 任何收获了什么呢 啊 呃 我收获也是 我我其实我觉得收获最大的 我还是突破 也是突破吧 呃 但我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 呃 体能上的一些突破 体力上突破 嗯 呃 我主要突破还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 一种突破吧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来来去节目 因为虽然我拍了几年戏 但是呃 确实没有说在个呃 这么短时间内 然后要尝试着去呃 嗯 一个晚上 然后要去想一个片段的剧本 然后想要去 然后还要去自己设计动作 然后可能还要和人去搭 和莫 就是可能不认识的新的这个 呃 这个 小伙伴们去搭 对 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 呃 其实是一个 呃 就是我其实因为比较矮 所以我其实很难主动的去 一开始就是跟别人去说 那个一起 对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也是呃 这一点也是慢慢突破了嘛 就是稍微的能够去跟人去那个这个 呃 从从从不不认识 然后都慢慢的认识一点 对 然后还有就是嗯 一开始我也没想过就是说他这么短时间内 能够去一晚上创造一个剧本 什么的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吧 对于我也有一个新的一个 嗯 新的一个怎么说能力吧 啊 虽然也不是说 编剧能力 对 不是说有多么厉害 但是我觉得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啊 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 或者说呃 怎么在一晚上内把自己调过来 然后让自己去尝试一个新的一个角色 什么的 对 就觉得嗯 就在在在在这个呃 工作的上面 我觉得是有进步的 确实看得出来两位老师在呃 不管是密集的课程也好 还是跟大家的相处也好 交到了新的朋友 收获了新的能力和成长呃 那么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单观众女朋友 送出一些2024年的新的祝福吧 好不好 嗯 行 那孟小老师您说 还是我先说 都可以 都可以 嗯 那我来先说吧 然后我们孟小老师来总会行 嗯 我就 嗯 就2024年呢 然后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在一个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顺风顺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平安喜乐 嗯 这个 祝大家一直都开开心心的 嗯 嗯 好的 收到了 嗯 那我就祝大家 2024年马上就要到了 然后是龙年嘛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嗯 就是 能够 所有的愿望吧 都可以实现 然后 家里家人都身体健康 平安 嗯 然后 就是 所愿皆所得 嗯 好的 来自两位老师的祝福 大家都说到了吗 我们的小伙伴们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本场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大家期待一久的环节 那就是由我们任浩老师发布关键词来给大家抽取今天的签名照 也是我们刷两波 然后截两张图抽取每张图上的第一位小伙伴 然后念出他的ID 然后我们任浩老师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关键词就叫 嗯 关键词就是 平安喜乐 可以可以 好 大家听清楚了吗 我们今天 平安喜乐 抽奖关键词是 平安喜乐 然后我们可以把平安喜乐打在公图上 让弹幕飞一会儿 然后我们任浩老师这边来解个图 好 那我这样吧 我就拍个照嘛 我就拍个照 然后就是 可以啊 给大家看看是谁 好吧 来 准备啊 准备 大家可以 321上链接了 上链接 3 等一下 还没 现在还没滚起来 我这边 卡住了 他可能 对 他可能一下出来太多的话 就会出现暂时的延迟 2024年 怎么了 2024年怎么了 任浩老师 时间还是过得挺快的 对 好快 一黄眼 是的 是的 我们这个弹幕 大家可以动起来了 不是动起来了 其实他们已经卡住了 是的 可能还还一会儿 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卡住了 卡住 所以我们已经卡住了 别人手抓紧 如果我们来宣布 过来 一个 一会儿 没有